有一个小孩,大家都说他傻,因为如果有人同时给他五毛和一元的硬币,他总是选择五毛,而不要一元。 有个人不相信,就拿出一元和五毛硬币,叫那个小孩任选一个,结果小孩真的挑了五毛的硬币。 他觉得非常奇怪,便问那个孩子,难道你不会分辨壁纸的大小吗? 孩子小声说,如果我选择了一元钱,下次你就不会跟我玩了。 思维一书中曾经说过,思路决定行为,行为决定结果。 从思维的角度分析,他拿了五毛钱,把自己装成傻子,时间越久,他就拿得越多,最终他得到的,将是一元钱的若干贝。 如果他选择了一元钱,就没有人愿意继续跟他玩下去了,而他得到的也只有一元钱。 现在有的人把人际关系一次用完,做生意一次赚足,以为这样做是聪明,殊不知这是在断自己的路。 过度的追逐利益,往往会使人迷失方向,只有凡事适可而止,才能把握好自己的人生,更容易获得最大的财富利益。 你认可吗?认可的点赞关注,谢谢大家。